有家就有健康生活家 欢迎收看健康生活家 我是主持人丁丁 但年初六了 走生房友都要注意防疫 为了保障你和家人朋友的安全 我们要把好舍尖上的防疫关 我们可以减少外出聚会就餐的次数 还有记得使用公筷公羹 或者选用分餐就餐 避免病毒口口相传 这个假期大饮大食通宵娱乐 成为了好多人的生活方式 一旦收价回归正常 很容易就会出现 类似心神不定 提不起精神 工作效率低等等的节日终合症 怎么才可以以更好的状态 开展新一年的工作和生活呢 中医火针来帮忙 等你元气满满 说有人过去就是特别 喜欢热闹 喜欢来 喜欢朋友聚会 喝啤酒 饱饱饱饱饱饱 把平时我们的生物粥打理掉 再加上睡眠不够 当我们上班的时候 他已经很疲倦 他可能就出现了一种业劝心 还想留在节日那里 做任何基层 再加上围场舞 感冒 就出现了这个质疑通过程 林国华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中心副主任 广东省非密针文化遗产 岭南火针代表性传承人 他的特点就是 温 通 保 清 烧 五大作用 所有的作用 都是基于 岭南火针的 温热作用 所以岭南火针的第一作用 是温通 治疗 痛症 第二个作用 是治疗 寒症 第三个作用 它就是温保 通过火针 以热引热 所以它有一个温清的脂肪 火针还有一个就是 温散 蓝症病变 前皮的病症 我们都可以用火针来前皮 具体到节日终合症 林教授认为 岭南火针可以很快地将气补起身 然后再通过养阴尼调皮胃 当然 大家都要配合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这样才可以很快地说 满血复活 投入到折后的工作生活当中 提气的作用 最简单就是 我们的保护 就在这个前景中视上 它是人的一个最高处 它是我们温热最汇集的地方 我们通过火针频频地刺激这个保护 就将我们的气补身 补了大气之后就要补我们的肺气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崩门和吹雪 它可以解除我们的一些小感磨 又可以提高我们的肺的功能 挨野伤神 这样就会虚火 引发喉咙痛等症状 这个时候需要补伤音 用领蓝火针刺激照海穴 不单只可以补音 还可以调节睡眠 我们想到胃就是要用这个冒盒配搭 胃的冒热它是中换 那它配合的合液 这个叫竹三尾 有些人他太厉害了 他经常想吐 我们要加强这个胃动力 刺激这个我们叫做赤铁月 它是一个很好的似吐 还有促进胃动力的一个胃 使得我们这个智日中学队 有效地做得很大 领蓝火针 需要消耗一些针 去刺激相关的月位 看上去有些人害怕 其实就不是多痛 因为它是不会流针的 而针刺的频率非常快 入针也都不深 当然了 适不适合使用 最终还是要听医生的诊断 但是这支这么长的针 通常 我们是靠来刺激后颅 那如果你慢性的咳嗽 很久都不好 那我们拿这个针 消耗这样刺激下去 你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 但是 它刺激到你的后颅那里 你是不感动的 因为是平民前刺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温和的 就是没有那种说很痛的感觉 就是感觉一下子就过来 就很容易接受和温和 这种微张的感觉 之前都是有那种病的感觉 但是现在做完之后 就觉得你之前要松了 唐代药王孙师庙曾经说过 知针之药故事良衣 可见针构的重要性 而作为领蓝火针疗法主要代表人物 林国华教授 一直为全城发展领蓝火针 心体力行不为余灵 针推原肉 康复根本 根本就是我们人的精气神 精气神就是我们的健康 再加上我们的火汁 希望大家过年身体健康 生活浩浩浩浩浩 每逢街址大家欢喜一堂 吃饭喝酒成为了必不可笑的环节 轻到进行的时候再加多几杯 那就是那种不醉无归的说法 但是醉酒之后很难受的 要怎样醒酒好呢 其实在中医药学补库当中 隐藏着很多解酒的良方妙药 明朝李时珍管草肛木当中 解酒药大概有107种 广泛分布于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之中 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酒药物 就不可以不提葛花了 它善解酒度 醒皮和胃解渴 对于醉酒可以起到 对症下药的功效 具体要怎样使用好呢 等中医师来解脉了 新年了 亲朋好友分醉一堂 自家情深 怎样可以吃酒街牛美酒 但是开怀唱饮之后 往往会注定到一些 恶心啊 嘔吐 头晕头痛等等的不适症状 不想走后失态 就要知道 怎样预防醉酒 以及怎样解酒 想要预防醉酒 就要从饮酒前 开机做准备 第一个呢 就是喝酒之前呢 尽量的先去点东西 喝点水也可以 热水也可以 喝点牛奶 它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肠胃 直接吸收这个酒精呢 它有比较好的一个 屏障的作用 也可以保护胃粘膜 避免直接空腹喝酒 特别是空腹的干杯 这样的话减少它的 对胃的一个刺激 特别是有些胃溃疡 胃炎 这些慢性胃病的 这些呢 它会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还有的话就是喝酒的时候啊 它的饮食搭配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甜食类的东西 尽量要减少 比如说我们的蜂蜜啊 蛋糕啊 糯米之类的这些东西 尽量要减少一点 这样的话呢 可以缓解 因为喝酒和甜水 引起了一些反胃 另外就是像这个 醋酸饮料 这一块的话 尽量不要喝酒 一起混在一起 因为这个喝的酒 在喝酸的 它对于这个 胃粘膜的刺激作用 也是非常的强 一个不小心 喝多了 怎么算好 黄海博士教大家几种 简单有效的解酒方法 首先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念这个橘子 但橘子不要太冰凤了 这个橘子用砂糖焗 黄帝肝 或者是柚子 它对于解酒啊 是比较好的 同时可以喝点这个柠檬水 柠檬水 有些人他喜欢喝点茶 这个喝茶的要因人而异 但是他一般不推荐喝浓茶 茶太浓 对于解酒 这个帮助不是特别大 我来再推荐两款 这一个解酒的一个小偏方 一个就是用 隔花 十克 干姜 三克 再上木香 五克 一起来煮水 它对于这个行器 解酒 有比较好的作用 第二个的话就是用这个 生地 十五克 鼠地 十五克 枸杞 十五克 五花果 十个 或者是两到三个 一起来煮汤 这个时候的话 对于缓解第二天 饮酒过多 出现了有一些 这个头晕 下肢或者是全身 有些比较酸软 或者是没有吐碗的情况之下 那么在平躺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呕吐物会窒息 或者是吸入到我们肺里边 有一定的这个呛壳 或者是一些生命风险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喝酒喝了烂醉 喝了太多 这个呕吐会比较明显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切记 不要平握 尽量让它侧握 它即使在呕吐的情况之下 也不会一下子把自己呛到 至今我们要吃好饮好 但是饮好的关键就是 饮酒要适量 千万不要贪杯伤心了 过年不少人很喜欢吃火窝 一来就是无论分数 各种的美味都可以在火窝当中 吃得到 二来就是过年吃火窝 寓意着红红火火 吐回个好意头 月色海鲜火窝 潮汐牛肉火窝 重兴麻辣火窝 各种的味道 撲鼻而来 然而大快脑炎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出现 痛风 热气 腹痛 等等的症状 火窝到底 如何吃才可以更健康 难道真的要 一路打边炉 一路饮良茶 其实吃火窝很有学问 只是窝底选择就很有讲究 想要健康美味 两不五 那就等专家出马 教你 食的门道 吃火锅会上火 那是火锅底料 没配好 不同的体质 要配不同的汤底吗 那不同体质的人呢 我觉得吃火锅的时候 在这个选材上 还是应该注意的 尤其在汤底方面 你几个例子有湿热的鼻子 如果你给它吃一些 打角啊 有点五味啊 比较温热的那种汤底的话 你怕吃的油 可能会更上座 那么有些人呢 平时就比较体质 比较虚衡的 如果我们加入一些 比较寒良 像椰子啊 配菊花呀 我觉得这些食材 放人多多的话 又会引起它那种 这个胃肠的不舒适 汤底的话呢 应该还是根据体质 尽量的一个的话呢 能够匹配一点 会更好一点 我们比如说这个鸡肉 猪肉 基本上各种体质的人 其实问题都不大 羊肉的话呢 它的兴趣确实是比较温热的 所以呢 如果平素这个殷虚的人 或者是失恶的人 或者是羊肉的人 吃这个羊肉火锅 如果比较多的话呢 它就会取现一个 温羊上火的期望 这个一些痛风的病人 如果你吃了海鲜 类的这种火锅 比较多的话 这个身体的 尤其是药栓的身高 可能会有影响 引起痛风的发作 吃食材的时候呢 还是要跟你自己的体质 来进行选择 会比较好 我们岭南地区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年四季 湿热是无数不在 我到东西 是不是有湿热呢 我虽然天气虽寒呢 但是我的体质里 仍然有湿热呢 是流程 我们也建议大家呢 可以适当地 吃点羊肉火锅呢 尤其是我们说的 羊虚的体质的人 在这个季节 吃点羊肉的话 对这个保养身体 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羊肉呢 因为羊的一个作用呢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吃羊肉以后 感觉那个手脚 都是温暖的 那么所以说 在农中季节 吃羊肉呢 是非常好的 在吃羊肉火锅的时候啊 有两类的人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类的就是说 平时比较羊热的人 平时容易这个 喉舌身康啊 咽喉疼痛啊 然后就是 打遍密节啊 然后第二种呢 叫阴虚的人 口干舌燥 口渴的比较明显 然后皮肤比较干燥 头发也比较弹苦的 就是也会容易出现 这些变成的情况 那么这种人呢 吃羊肉锅多的啊 因为羊肉是比较温热的 容易伤心 所以呢 对它的体质 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羊肉 要是有温热的 一个情况存在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啊 清不良汤底的 这样一个羊肉火锅 会比较好 清不良 其实它没有固定的配方 我们一般呢 常用的一些 这种清不良的汤底的组合 就是用一些健脾化湿啊 健脾清热化湿的一些食材 像这个淮山啊 莲子啊 芡石啊 玉米啊 像这个菊花呀 像这个沙绅玉竹啊 这一类的食材 是比较常用的 除了在这个 几种的食材的基础上啊 加了像这个粉格 甘蔗 加了马蹄 又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还有一个资金融费的作用 小妙呢 就在这里了 一片档柜 将羊肉凍水落 滚起 大概五分钟左右 再捞起 然后呢 再凍水落 再滚五分钟 然后捞起 就OK了 两次呢 就可以将羊肉 去除酥味 光年都要不忙健康生活啊 除了饮食要注意 我们颈椎的健康 都不容不适 整个家企 可能有些人 慢慢会出现 颈椎 要醉痛 关节痛等等的症状 有可能是因为 你做家务劳动多了 有发劳损性疾病 也都可能是因为 整晚都在这里 搓麻将 几个钟头都不动一下 以至头晕恶心 腰腿酸麻 又或者 整天躺在梳化上面 看电视啦 玩手机啦 导致到颈椎病病发 而倍手折磨 总之 哪里都不对劳啦 新年于此 不要等自己 从头到脚都狠受伤才行 远离颈椎病困扰 你需要科学的指引 当今社会 随着电脑 智能手机 以及汽车的补给 狗载人群增加 我们低头的时间越来越长 颈椎病这个常见 脊柱疾病 已经好像发烧感冒一样 常见 发病率逐年上色 而且又明显向年轻化 发展的趋势 脊柱疾病呢 因为它从部位来讲 包括部位比较多一点 包括颈椎 胸椎 腰椎 脊椎 都是属于脊柱的一个 病的范畴 国内的统计呢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多的 一个成年人群呢 都会有脊柱病的发生率 脊柱是身体的支柱 位于背部症中 是人的支柱和栋梁 号称第二身领线 具有负重 减震 保护 以及运动等功能 脊柱发生变化之后 内臟的一些功能 就会受到证压 随之影响五臟六腹的功能 当前脊柱疾病的发病率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脊柱病不单吃都不单喝 但是它引发的症状非常之多 病情复杂 对人体危害很大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 就要提高警惕了 那么通常呢 它主要的特征就是疼痛 颈歪啊 就是你看到它的颈都不自然的歪 严重一点的话呢 它那个止病呢 就会影响神经 会出现手脚的麻痛啊 比如感觉下降啊等等 脚再进一步呢 就是影响到那个运动神经 根据颈椎病分型 及其病情程度的不同 不同患者在临床上面的表现 以及影像学表现 都是不相同的 脚是颈椎的话呢 那么其实很简单 一个就是痛 颈背痛 然后歪颈 因为颈椎它管手跟管脚 手脚美丽都跟它可能有关系 然后再严重一点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那个大小便 老师比较困难 本来都没有到七八十岁 它小便就好像不太固密啊 这样的那个颈椎病 压迫到那个脊髓神经 引起它那个 扩液质功能的减退 在睡觉的时候 在某一个动作呢 它的神经跟受挤压比较重 它就会发生麻烦 一般轻症颈椎疾病 只需要日常休息和保守治疗 如果经过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 无效的颈椎病患者 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颈椎疾病的治疗方法很多 包括保守治疗跟手术干预的 保守治疗的话呢 就是包括休息 然后呢 就是做污理治疗 还有颈椎牵引 然后呢 再进一步呢 可以就是 局部用药膏 梁主任表示 目前颈椎手术治疗技术 非常先进 而且成熟 无伤过于焦虑 不过日常做好预防更加重要 最好呢 就是多做一些 颈腰的保健的运动 一个就是去做颈腰部的弯伸区 还有一个就是旋转的活动 那么假如你那个有器械的话呢 就可以做这个伸区旋转的 那个力量训练 特别我经常会 劝告一些 就是有颈椎跟腰椎不稳定的 那些病人呢 坐公共汽车呢 就是不要打瞌睡 公共汽车经常会急刹车的 一急刹车 你甩那个颈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脊髓神经损伤 平常有颈椎病的病人的话呢 你晚上睡觉啊 你那个枕头啊 也是要注意 第一个也不要垫太高 也不要垫太低 最好是用那些头颈弯靴 这是这种神徒 入冬天梁 大家要注意 肩颈部和保暖 加强颈肩颈部肌肉的锻炼 新颈年 带上梁医生的 护脊部脊感囊 为你的新年健康 保教护后 春节假期接近尾色 不少人应该已经在反程的途中 长时间开车 很考验我们颈椎的承受力 司机应该不断调整自己的坐姿 令到自己处于舒适的状态 尤其是靠背 一定要顶住自己的腰 这样才可以令到腰部肌肉得到支撑 令到全身的血液得到循环 另外还要提醒巨和 对于有涉疫地区 或者是外省旅居市的来返税人员 请配合疫情防控 做好角控健康管理措施 更多方普好知识 请关注我们栏目的 触电号、抖音号、视频号 感谢大家收看 同时也都要感谢 今天头条、西瓜视频、腾讯视频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